我女儿刚23岁 被她的男友从15楼推下去不幸离世 至今一个月了 凶手的家人仍没有向我们表示过歉意 北京时间6月19日 王先生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 他的女儿王芳今年5月被男友陈某在加拿大杀害 最后陈某也自杀身亡 记者从加拿大多伦多警方官方网站发布的通报获悉 当地时间今年5月8日下午30许 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事发现场 发现一男一女两人坠楼 两人均当场死亡 警方调查后确认该案件是一起先谋杀 后自杀的案件受害人是23岁的王芳 没有第三人涉及此案 王先生表示 女儿此前到加拿大留学 目前刚毕业一年 5月10日警方联系到我们 我报号签证于5月23日抵达加拿大 警方告诉我们案件是陈某先谋杀了我女儿 然后自杀了 警方说此案有视频在内的多种证据能够证明 但并没有给我看过视频 王先生表示 案发后他得知 陈某是福建人 被害时 王芳和陈某刚交往了约两个月 发生案件的房屋是陈某的家 案发后我们尝试通过多种图件联系陈某的家人 但至今没有收到过任何道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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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